四月门派大改触底反弹 策划将会放出有力玩家的改动 老王这波预言可信吗 最近一段时间 老王预测四月门派大改的录音 在广为流传 不少人因此猜测四月大改 策划将要放出有力玩家的改动 我们先听一下录音的具体内容 我觉得他可能在反复的视线 试探大家的底线 他已经探测到底下了 不能再提了 要开始出力反弹了 四月份你就看策划怎么狂填玩家吧 十月份门派大改也结束了 四月份又是他有表现的机会 根据老王的预测 他认为这一年多策划的各种大坎 削弱玩家产出 大力打击工作室牟利 已经触碰到玩家们的底线 而接下来策划们所要做的事情 就是想方设法 挽留这些还留下来的玩家 因此肯定会趁着四月大改 放出一些有力玩家们的改动 大家也知道 老王每次重大节点的预测 大的方向还是很准的 由此可见 这个消息很可能就是通过 王民内部人员 有意放出的 提前预热 所以可信度还是挺高的 但是大家也别高兴太早 下面听听我对四月大改的看法 首先大家都知道 四月门开大改 实际就是经脉 法宝的调整 重点还是经脉改版 换言之就是削弱拔高的门派 增强拉胯的门派 基本还是对于PK层面的修改为主 任务当然也会有波及 但是相对而言不多 所以这波四月门派大改 如果策划想放出力好玩家的改动 大几率就是增强所有主流门派 反正这一年多大砍 主要针对的是产出 就算增强每个门派的能力 也不妨碍 毕竟该动手整治的工作室 和混不下去的五开十开牟利玩家 经过这么久的时间 该离场的也已经离场了 就算各个门派增强了 也不会让他们有回归的欲望 毕竟本质铲除没有增强 屏幕前的你们 觉得我这波分析有道理吗 对于四月门派大改 你们怎么看 欢迎评论区一起讨论